M8轻型装甲汽车是一款由福特汽车公司制造的六轮轻型装甲车 这款装甲车从二战美国参战为始 参与了北非战场、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国共内战、朝鲜战争 古巴革命、柬埔寨内战、老挝内战、威地马拉内战等大大小小的战斗 该车型更是被广泛出口 甚至南韩军队、国民党军队都使用过 一直到2006年 这款车仍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地区服役 在英国服役期间 M8被英国佬称之为灰狗 一是来源于它可靠的机动性 二是它拥有凶猛的火力 三是由于它可怜轻薄的装甲 美国二战期间可怕的军工制造 生产了至少8000辆以上这款装甲车 它具有优良的公路快速通过能力 以及可堪移用的越野性能 尽管与二战德国同类车相比 它还稍显不足 但是狭不掩瑜 大量的M8灰狗 在二战期间撕碎了德三和旧日本帝国的战线 M8轻型装甲车的主要武器为一门37毫米M6火炮 这款火炮由M5坦克炮改进而来 射速在理论上达到了30发每分钟 实际使用中因为装填手需要手动装弹 可以达到20发每分钟的射速 在小口径反坦克炮之中是较高的 辅助武器为一挺7.62毫米 波朗宁M1919同轴机枪 后续的改装款几乎都配备了 一挺安装在开放式炮塔上的 12.7毫米M2机枪做防空火力 M8灰狗并不是一款攻击型武器 它的火力只能对付类似的轻装甲车辆和步兵 不过在亚洲战场 由于日军坦克及装甲车的装甲薄弱 M8搭配的这款37毫米火炮 甚至成为反坦克武器 在欧洲战场虽然37毫米火炮 对德军坦克及新型装甲车的正面装甲 已缺乏有效攻击力 但是针对战场态势 配合合理的战术 还是能给予敌人较大杀伤 该火炮500米的距离上 可以击穿倾斜角30度的53毫米厚装甲 2000米可以击穿35毫米厚的装甲 身为此战役中 一辆隐蔽在树丛中的灰狗 在近距离对德国虎式坦克尾部进行直射 虎式坦克的车长发现后 尝试转动炮塔与其交战 灰狗组员利用其速度快 转向迅速的特点 将车开到离坦克仅有25米的地方 向虎式坦克尾部发射了三发炮弹 摧毁了这辆虎式坦克 M8装甲车共有成员4名 车长、炮手兼装填手、无线电通信员及驾驶员 其中驾驶员和无线电通信员在车体前端 可打开装甲板直接观察路面环境 车长位于炮塔右方 炮手则位于炮塔正中间 该车型装甲薄弱 最大装甲厚度在炮塔处仅为25.4毫米 而薄弱的地方如尾部和顶部装甲仅为9毫米 英国军队就多次抱怨这款车的装甲太轻薄 特别是在车体底部仅6毫米的装甲板 德国的地雷 注意不是反坦克地雷 都可以很容易地穿透并杀伤成员 于是聪明的英国老在车辆底部加装沙袋 认为的增加其装甲厚度 M8轻型装甲车虽然牺牲了装甲防护 但是带来的就是其公路机动性能极强 速度高 因此也比较适合侦察用途 为美国军队担任推进战线的眼睛和耳朵 每个M8装甲汽车配备有一个远距离的无线设置 用于向指挥部提供侦察情报 它还搭配了短距离无线电 可以接受或对小股部队进行指挥 M8权重7.9吨 满弹药和成员能够巡航320至640公里 在公路上能持续保持89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这也是挥狗的昵称的由来 该车型的越野性能只能说是可堪一用 越野能够达到48公里每小时 由于是轮式战车并不是履带 轮胎带给它极高的公路 通过速度的同时 在树木繁茂的地区或拟命雨雪地面 其通过性没有那么好 不过也正由于它是一款轮式战车 所以需要较少的维护和后勤支持 这个优点也保证了它的作战时长 它的发动机效率很高 但是噪音很低 由于这个原因 M8装甲车可以很好的怠速隐蔽 德国人甚至形容挥狗是巴顿将军的幽灵 最后我们来看看它都服役了多少个国家 首先是英国 至少有一千辆挥狗装甲车 通过租借法案攻击英国军队使用 第二是韩国 二战结束后 在美国接收的南朝鲜地区 美国人把37辆M8F装甲车 和少量的M3半履带车装备 给大韩民国陆军的第一装甲 其兵团使用 该部队驻扎在首尔 不过当时的北朝鲜装甲力量 由苏联提供 数量上位居亚洲第二 仅次于苏联红军 大部分南韩军队在朝鲜战争前 从未见过坦克作战 战争初期 人民军的坦克轻轻松松 将战线推进到釜山 而很多南韩士兵心中 甚至形成了坦克恐慌症 第三是法国 越南抗法战争中 该款装甲车被法国军队 大量使用过 许多二手M8换个涂装 就直接运到法属印度之那 在那里 他们被用于农村巡逻 和道路侦查 在战争结束 法国人离开越南后 大量的M8被越南军队缴 并再次进行使用 第四是南越军队 在越南战争期间 南越军队装备了 至少75辆M8装甲车 越南统一后 该款车辆由北越继承 第五是中华台湾 国共内战期间 M8装甲车被国民党军队大量使用 其中国军整47师 125旅重建的二块纵队 装备了大量M8汇狗 该部在淮海战役中 只属于孙元良16兵团指挥 国军车往台湾后 装备大量仪器 大多数残破不堪 部分M8运往台湾后进行了修理 他除了陆军装甲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使用外 也有少部分剥复给了台湾省警务处直属警察大队使用 在现如今还有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 仍装备着M8灰狗装甲车 如哥伦比亚 威地马拉 巴拉圭 比鲁等 甚至他还曾经参与到剿灭毒贩的战斗中 最后总结一下 该车的公路机动性极好 在平原地区可以通过公路网快速移动 由于骑士轮式战车可维护性也比屡带是好得多 火力上典型的小车抗大炮 作为一款侦察车辆凶猛至极 拥有无线通讯 良好的机动性 强大的火力 简单的维护保养 这些都是他至今仍在使用的原因 但是不得不承认他装甲薄弱 以及越野性能一般 但瑕不掩于M8灰狗仍是一款经典的装甲车辆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订阅这个油管 说历史频道 我们下期见